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 《少即是多,北欧自由生活意见》 作者是来自日本的本田芝芝 作者这本书里写了一些观点 我个人非常认同 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曾经在亚洲生活过 有在北欧生活过的人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权利来发言的 就是这里的生活跟亚洲真的是很不一样 生活节奏慢很多 生活比较从容一些 从物质层面上来说 这里的人确实很多都秉持着少即是多的生活理念 作者在书里面提到说 北欧人不管什么年纪 你都可以重新回学校去读书 这个是真的 我这几个月没有发视频 就是因为我重新到大学里面去选了一门学位在读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的同学里面就是年龄分布还是挺大 当然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大部分还是那种大学生 但是也有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我的同学里面还有就是做厨师的 就是他可能读的一般的就是厨师学校 然后出来工作了几年 然后他又想来学这个电脑方面的课程 然后他又重新回到学校 就跟我一样 我之所以回到学校呢 本来最初是就是想好好复习一下数学 我真正想读的其实是一门硕士课程 关于金融分析的 但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多年了 数学啊什么都忘光了 而且这门课也许还要用到很多电脑方面的知识 编程什么的 然后这方面我是没有经验的 我本来就是报名这个本科的时候 我只是想去复习一下数学 然后学一点编程 然后我就可以去报那门硕士课程 后来我们家孩子他爸说 你就把这个课程学完吧 这个网络安全工程师在这边还挺好找工作的 你就你反正也要去学吧 你就不如把它都学下来 所以我现在有点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做视频 好吧我们回到这一本 少即是多北欧自由生活意见 作者前往世界幸福排行榜前几名的北欧各国 采访当地的居民 发现他们都摒弃了旧的物质至上主义价值观 崇尚物质简朴精神风盈的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的生活理念 他觉得日本人的税负相比较北欧各国而言 已经是很低的 他说北欧国家国民的税金和社会保险 几乎占到了收入的六到七成 而日本人只有四成左右 也就是说 国民手中掌握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非常充裕 市场上行行四策的商品种类繁多 可相对富有的日本人 为什么却难以感到幸福呢 他觉得罪魁祸首就在于 现在的日本人信奉美式的物质至上思想 而这样的价值观和幸福感之间 是水火不容的 作者还曾经在夏威夷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生活过 他说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生活也是非常简朴的 但是却格外幸福 而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 人们却难以感受到快乐 往来这些国家的次数越多 作者觉得反差越来越突出 Less is more 是一个象征时代潮流的关键词 人们不辞辛劳的拼命工作 大肆花费挣来的钞票 也许用不着考虑什么细致问题 人们相信通过平面广告 电视广告和商家的市场宣传 买到更多的东西就是幸福 但是如果想要将生活化繁为简 你就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 乃至人生 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志来选择 作者说 其实自古以来 日本人骨子里所持有的 就是这种想法 就是尽可能的精简 然后推动自己去追求 富有效率的生活 但是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期以后 受物质主义思潮的影响 大众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 所谓的物质至上主义者 换句话说 就是一种生活中除了被房车束缚以外 还会受到其他物品和场所制约的生活方式 作者说 我们要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他认为 Lessis Moore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哲学 作者通过对一些北欧民众的访谈 他切实地感受到 通过物质获取幸福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他说 一年之中 他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会在夏威夷生活 每年都会去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旅游 以北欧国家为首 这个世界上 所有位于幸福指数排行前列的国家 他几乎都造访过了 让他渴望在这些国家生活的理由是 这些国家的国民普遍觉得 与物质相比 他们更为珍视那些精神和体验 所带来的幸福感 作者在这本书里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是家法时代 人们可以从物质中得到幸福的时代 而两千年过后 日本已经进入到了减法时代 也就是说 人们要从精神体验中 获得幸福的时代 他说 以前人们付出劳动 然后获得回报 获得金钱或者物质 然后如此反复 幸福的这辆自行车 可以滚滚向前 所以在那个家法时代 人们只要拼命工作 就能获得金钱和物质 维持这种生活的车轮正常运转 但是现在 努力工作和幸福之间 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 就算再努力的工作 也无法获得与之对等的金钱 所以人们的个人生活 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 在精神层面 也就很难获得满足 作者在这本书 有一章写了这个消费传染病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无法控制自己 买下一件又一件 不需要的东西 将自己的家 或是拥有的东西 与别人进行比较 如果觉得自愧不如 就生出自卑之心 然后再度引发新的购物冲动 为了维持富裕的生活 从事长时间的劳作 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很多人的收入水平 明明没有下降 背负的贷款却在不断增多 申请个人破产的人数 也在不断的上升 这在若干年前的美国 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 能做好自我管理的人 更容易提高幸福指数 不被常识束缚 感受幸福需要自由 尝试工作与生活 尽未分明的双层生活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本书中提到的 新幸福的十个条件 第一是享受工作 第二是 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第三 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第四 身心健康 第五 拥有赋予刺激性的兴趣和生活方式 第六 觉得自己拥有 时间自由 第七 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环境 第八 具备有效的思维习惯 第九 能够放眼未来 第十 感觉自己正在向着目标迈进 好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内容 其实 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 非常轻松容易 不是那种 你需要很专心去读的书 内容也比较的零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好吧 这就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 少即是多 北欧自由生活意见 谢谢大家